HELLO,大家好,我是SEN 今天的掌借公寓的使用費和評分標準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和大家上去看看澳門的掌借公寓到底是怎樣的 租金最低是$5410到$6680 至於貴還是便宜,大家上去看完之後自行判斷 入口就是這裡,大家看到是快樂峰 對面那個叫快樂峰,旁邊有間行得機,就是對面樓梯上來 上到來就進入這個門口,然後就去3樓,上到來 大家可以看到星期二到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一 各位,今天是17號,我們第二次來到 這次就一定要和大家上去看到一個示範單 這裡有一些它的基本資料 總樓高就是37樓 住宅的實用是33平方 我們看看有多少戶 目測應該48戶 然後這個是它的平面圖 這個是示範單位 這就是示範單位 這就是示範單位 面積、電器、傢俱都是一樣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不同就是床和廁所不同 哦,OK 平安鐘 然後這裡有一些扶手的東西 這些都是傳播一些標配 標配 哦,它這個是製造了防線 是嗎? 哦 這是方便那些床衣的 防線,然後製造了一些扶手的地方 就是那些床啊那些到時都是有的 床那裡貼著有六色標籤 但是床樓沒有貼,我還不知道 哦,OK 床單位置這邊應該是沒有的 像床樓,床有貼,下一個屋 哦,我明白 床字我也不知道 我明白 那就一個開放式 然後電視櫃啊,存物的空間 其實看我都多的 如果兩個老人家住的 空間來說都算是大的 即是比一些目前市面上賣的開放式單位 是來得大 即是好像這些雪櫃啊,洗衣機啊 它全部都是有齊了給你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景觀 那就視乎你自己租的單位 是看哪裏的 那樓層和一個座向都有影響那個價錢 OK,那我一邊看完了 剛剛在上面忘了做結尾 那就下來跟大家說自己的看法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就是和家人五代同學 首先要有樓 然後再成家 那我自己都算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如果叫我,叫自己的家人 出去住像濟公寓 我覺得是有點殘忍的 我可能真的,如果家人不夠住的情況 一定出去租屋住都會和上同同父母一起 因為始終父母真的只有兩個人 沒理由被人帶你 叫你,然後踢他去像濟公寓 我看回裡面的一個情況 其實一個配角都很充足 但可能那個價錢真的略高 我上網看了很多人的留言 大家說到也是一個價錢偏貴 但那個可能比較多老人 集中管理比較容易 還有可能可能看戶各方面 都比較齊全一點 至於值不值呢 大家自己心裡都相信自己都有個價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過去看一看 就在那邊看一看 那OK,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各位,我們下次再見 剛剛睡醒,吃早餐 吃早餐 那… 吃早餐